我们现在放出老高剽窃的影片 和日文原本影片的 1比1的内容的对比 大家来看看有影响力的 所谓亚洲大顶流的频道 是怎么剽窃影片呢 最近YouTuber蓝拳妈妈 接连发布了几个视频 指控老高与小莫抄袭 引发热议 而且还上了台湾新闻 YT华人界的顶流的天网 老高跟小莫 他们的流量 还有包括他们的观看 这个在亚洲是数一数二 最高最强的 现在被人家指控说 他们是抄袭 出来指控她的叫蓝拳妈妈 她比对了 这一支影片里面 里面的台词是 一模一样 完全一样 内容的逻辑也一样 叙述的用字的说法也都一样 老高8月4日首都回应 5日他再度亲上火线发表声明 现在这两份声明都已经删除了 这再度引起热议 老高的死忠粉丝赵婷老高 但也有网友认为他人设翻车 油管上许多博主 像X机 风哥也对此展开了讨论 我们就来完整的复盘一下 这起油管中文自媒体的大事件 老高与小莫可以说是油管上最著名的中文博主 拥有585万的订阅料 YouTuber蓝拳妈妈 2023年7月21日发布影片 直接点名老高抄袭 她以老高在2023年6月27日上传的一支影片 昆虫为例 只供她百分之百抄袭了一位日本YouTuber的影片 不仅文本一模一样 连叙事结构 引用数据和说话方式都完全相同 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 我们先来说说蓝拳妈妈是个怎么样的频道 简单的说这是一个依附于老高的频道 其实这类频道很多 比如超自然现象物语 比如万万的奇妙世界 不过这些频道都很谦虚 都是以老高小弟的形态来生存和发展的 但这个蓝拳妈妈不一样 她是以针对老高为主 一开始她也做一些都市传说类的影片 流量一直不好 几个月前 他们就做了一期关于老高的视频 流量上来了 于是他们找到了流量密码 那就是抱紧老高大腿 就是这个蓝拳妈妈这个频道 几乎80% 90%的影片 就是来揭穿老高 而且他们还是怎么样呢 他们还是那种 去请一个私家侦探 然后去查老高跟小莫的一个底细的 这么一个频道 这可以说是很明显的 他们就是针对着老高来干的 就我看到还有一个 他们请了一个私家侦探 然后呢 查小莫在日本的房地产 就是究竟有多少房子 这都全查出来了 他们也做了好久 基本上呢 没几个人看了 就观看数基本上十万以下吧 直到后来呢 他们最近呢 就是有这么一部影片 就是说官方详细调查 老高与小莫抄袭事件 的这么一支影片 就火起来了 蓝拳妈妈视频播放高的 几乎全是靠蹭老高而来的 老高对此肯定是不爽的 至于老高如何表示他的不满 我们等一下再讲 蓝拳妈妈7月21日发影片 指老高有一种超能力 他的这个抄袭度是达到了百分之百 抄袭的程度有多吓人呢 就是文本内容一模一样 数据采用一模一样 叙述结构一模一样 就是已经达到了 对方影片说 虽然但是呢 他也说 虽然但是 就到了这个级别 地球上的哺乳类动物只有6000种 鸟类呢有9000种 蛤蟹类动物有1万种 两栖类动物有7000种 鱼类有3万种 因为目前发现的昆虫就100多万种 但是蓝拳妈妈的这个影片发出来后 并没有引起关注 后来一位叫风哥的youtuber 讲了这件事后才引起关注 我上一部片讲了蓝拳妈妈 替爆老高抄袭 还第一次上了发烧影片 之后也陆续有新闻报道 蓝拳妈妈的影片 也从我上片前的3万 变成现在的10万 当我截搞知识蓝拳妈妈的这支视频的播放数 已经破了60万 蓝拳妈妈指老高内容 结构大量抄袭 甚至连口头禅都一样 就连一旁让人觉得神悔的小莫 介绍内容也是照抄 首先要问抄袭的标准是什么 长久以来老高在网络世界里 被人津津乐道的两句口头禅 一个叫做 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做影片再见 还有一句呢 就是影片里这一句 我一会儿再讲 我等一下再讲 我稍后会解释 这个前者甚至都被他自己做成赖的表情包 去吸引更多的信众了 让大家牢牢记在脑海里 对这件事挥之不去 而且还能卖1.99美金 使劲劳钱啊 而这两句话 其实都是抄袭剖切 就是日文原创影片里面说 我们等一下介绍 等一下讲 他也说 我们等一下介绍 等一下讲 日文的原创影片里说 我们会再出一篇影片介绍 他也说 我们会专门再出一篇影片 给大家介绍 没有原创 没有技巧 没有结构 有的都是抄袭而已 以蓝圈妈妈这个标准 基本上每个YouTuber都在抄袭了 那么说书类博主的原创标准是什么呢 这个标准肯定比文艺作品 像影视剧 小说 歌曲 小品的原创要低很多 因为说书者根本上 就是收集资料 将所有的信息进行自己的理解再转述 相比文艺创作肯定是更严格的 尤其经典对话不能抄袭 因为那属于作品的灵魂 那么到底老高超没超呢 为了做这期节目 我看了许多up主 尤其是看过日本原视频的up主是怎么评论的 我们来听一个懂日文的YouTuber 茶几的评论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的 我是懂日语的 这个 那我自己看过的话呢 我不敢说百分百 但也不敢说完全没抄袭 有确实是有些地方非常的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吧 但是是不是百分之一百全部都一样呢 那也不是 那个百分比是多少呢 不好说 因为我个人感觉我真的没有一句一句的去看它 哪一句撤销 哪一句没抄 我只是看完 先看完老高整个感觉 然后再看完那个日本的频道 整个影片的感觉 看下来的话呢 我自己个人感觉啊 只是我个人感觉 大家不要就说啊 这个绝对就一句 我自己个人感觉的话呢 百分之三四十吧 这说到某 特别是什么呢 特别是说到一些转折点 切入点 想要从前面某个地方切到 另一个地方的时候 那很多时候呢 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数据上面的引用 实际上后面洗稿的 就比如说人家的说法 然后他稍微改改 那还应该呢 是还有更多的 到最后的话 我个人感觉吧 看完下来的话 五六七十也有 但是并不是说一字一句的照抄 那所以这个就是说书界的一个灰色地带 说到某些案件或者是事件的时候 难免你会用到当时的画面 但是肯定也不是说 自创的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创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是多少 我去现在摊开告诉大家 老高那种真的不叫抄袭 大家要知道 我的做法呢 就有经过交叉比对 我不知道老高有没有啊 说不定他是没有 因为以目前来看的话呢 他真的跟那个是挺像的 在我自己看来 大家都是说书界的 只能说五十步效百步 所以这一方面我也没有办法说去评论什么 他究竟有没有抄袭 这一方面我是没有办法评论什么的 如果说你说他有 其实我也有 但算不算有呢 教给大家去判断 事件发生后 网友纷纷留言 对此事表示意见 有人支持爆料者 指出抄袭行为 说我终于知道老高 为何可以如此高产 原来全是抄来的 也有大批粉丝力挺 其实就算不是原创的 但差别在于书故事的能力 还有编程中文让我们知道 还是很支持老高和小默 老师授课内容 不也都是大同小异 但就是有些老师上课特别受欢迎 有些老师一开讲 学生就想睡觉 只能说群众魅力是模仿不来的 蓝犬妈妈还透露 小默在影片中的表现也是超其他人 他们不是有精彩的互动吗 有神补刀 然后呢有神插嘴 然后呢简直就像那个相声一样 哇 然后他说的一句什么 插科打混的话 哇好精彩 没有 连这个结构都是超音 正如《经典对话》 是一部电影作品的灵魂 那么对于老高这个频道 他们的灵魂是什么呢 应该不是收集来的资料和数据 我个人认为是老高 个人的观点表达和小默的神补刀 那么他们夫妻之间有趣的互动 是不是超来的呢 这一点风歌得出的结论是 蓝拳妈妈并无证据 是说小默的对话也是全盘照抄 那怎么两部影片里面都剪不出一句 小默抄袭的句子 所以请你先把证据放出来再下定论 大家觉得小默的提问是剧本 我没意见 但是他说小默讲的也是抄袭 就要放证据出来 如果他的意思是他们抄袭了 一问一答这个形式 那我就觉得很可笑了 因为他们自己就在用同样的形式 根本没有立场去追老高小默 至少我个人也感觉老高夫妻之间的互动 致是抄不来的 而且也不可能一直抄到现在 蓝拳妈妈除了指控老高抄袭 还说老高故意修改影片标题 那为什么要改名呢 其实很正常啊 这是老高一贯的操作 就是影片上来呢 先以耸动夸张夸大惊人的标题 然后可怕呀 醉呀 配以人类不能知道的 你不知道的呀 你会再看一遍的 总之怎么能把你绑架过来看影片 就这么来 然后流量一到手了 考虑到过于耸动了 哎呀 可能要有负面评价和影响 我赶紧改一改 改一个平庸实际保守一点的名字 比方说改90% 因为90%你没得说了吧 我所有关键词都没了 所以他改了名哈 三天之后一切终结也是这样的情况 尤其换封面换标题 这是每一个up主都会做的常规操作 看哪个效果好就用哪一个 男权妈妈还说 不存在580万的订阅人数 真实的订阅人数 都知道啊 大概在295万到310万左右 当达到播放预期目的的时候 这个影片的名字 就到了可以改名的成熟时机 剩余的280万人 也就是高达将近48%的 订阅量 根本不是人 至于是什么 大家自己去理解 男权妈妈的意思是 老高585万的粉丝中 有200多万都是僵尸粉 其实任何做自媒体的人 都应该知道 订阅量和播放量 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 老高的每一支影片 都有两三百万的播放量 这说明老高这个频道的 年龄度非常高了 8月4日 老高第一次下场回应 不过那一期 本视频所有的内容 均来自网络和书籍 我也只是收集这些公共信息 讲给小木和大家听 当然我的一些 个人观点和想法除外 那么什么是老高 说的个人观念呢 大概是指这样的 请问老高 你个人觉得地球 如果跟外星文明接触了 是会被毁灭 还是和平相处 甚至是帮助 我觉得和平相处的可能性 是蛮大的 因为我觉得外星文明 如果能先来到地球 而不是我们先发现它 而是它先找到我们的话 基本上它至少比我们高两个党 实际太悬殊的时候 就不存在感性杀局的问题 就像大家不会跟蚂蚁死壳 你不会跟蚂蚁单挑 对不对 就是因为实际差距太大了 万一有呢 但是并不代表不发生战争 我们就可以跟它和平相处 我们如果感觉到不爽的话 想要反抗的时候 他们就会轻松灭掉我们 他如果觉得我们没有价值 我就轻松灭掉我们 然后收集几个样本 这几个作为标本 那就可以了 剩下全部灭掉 接着老高又说 所以在此特别强调一下 光速不变 确实不是我发现的 一加一等于二 也绝非我的原创 就连我写的这些文字 是谁创造的 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追求原创 请一步自创 你可千万别说 一加一等于二 小心有人说 你不是原创 最重要的是 小默和频道观众 从来没有要求过原创 对于老高的这次回应 很多网友表示 根本是在模糊焦点 把剽窃和引用 混为一台 对于老高的声明 蓝圈妈妈也再度开跑 直言老高和小默 几乎是国外影片翻译社 蓝圈妈妈说 老高的回应混淆概念 避重就轻 口中的原创 成为了绝对概念 变成只要太阳 两个字不是你发明 你说出来 你就不是原创 其实上 原创二次创作 改编等 都是有各自的清晰定义 怒批老高是偷换概念 直言 您一个快五十岁的成年人 在那装什么傻 老高是81年生人 今年42岁 这个蓝圈妈妈一定知道 确实 老高的第一次回应不明智 插戏也说 老高的这个回应 是一次公关危机 我个人认为 他做的最错的 就是他的回应 他的回应 是非常的差 现在人家说 你是抄袭 没有就说没有嘛 有就说有嘛 你是参考就参考 你是有洗稿就洗稿 这一次的事情 会闹这么大 不是说抄袭 并不是说抄袭的问题 真的 而是他的这个回应 太有问题了 他在这边说什么 光书不编 不是我发现的 一加一等于二 不是我原创 然后还有最惹火的那句 是什么呢 我看很多人网上都在说 你可千万别说 一加一等于二哦 小心有人说你不是原创 这才是一个问题 现在知不知道 是哪些人在骂他呢 以我的角度去看啊 是一些中间派去骂他 而这些中间派 偏偏就是最多的 这次糟糕了 老高的这个回应 把这些中间派 可以说是一巴掌给派行了 公关灾难 要不就潜水 要不就正面回击呗 就不要在那边 好像酸言酸语 或者是说有点 有点偷换概念这样 我个人认为 这次的事件 如果给我总结的 不是一个抄袭灾难 而是公关灾难 最后插机发出了灵魂拷问 是为什么老高 你看起来那么睿智 但是做出来的回应 那么弱智 我个人感觉 老高当时就是上头了 急了 而且他还把小莫推出来 小莫都不介意 你们跟着听故事的 还介意啥呀 大概老高后来也意识到 第一次声明不妥 删除了 次日又发了一个声明 老高的第二份声明 也改过一次 在他第二次声明 改前的版本里 他强调 只要是公共信息 内容雷同 甚至一样是常有的事情 毕竟我不能把 六条腿的昆虫 说成八条腿 而在老高改后的声明里 他说 你们说的日本影片 全文两千多字 我的影片全文将近七千字 足比它长一倍以上 我多出那四千字被忽略了吗 剩下两千多字 也不一样啊 意思就是 他还是有进行加工整理 有网友评论 这个声明比第一个声明 更能让中间派接受 如今老高的这前后两次声明 均已被删除 也因为他的这次危机处理 让他再次上了台湾新闻 其实老高已经是如此大体谅的自媒体人 可以Google团队来帮助收集资料 交叉比对 一些技术上的处理可以做得更精细些 在老高八月九日 最新的一期 讲老子的影片中 他也打出声明 以后会将资料来源放在说明栏里 老高在第二份声明里 不点名地批评了蓝拳妈妈 那个攻击我们的频道 五个月前就开始恶意攻击层流量 标题里面都是我们的名字 把我们和各种莫名其妙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无所不用其极 你们觉得这是什么行为呢 蓝拳妈妈再次对比反击 请问您讲的梅西 三体 刘慈欣 宫崎骏 灌篮高手 不都是在蹭话题和明星名气吗 根本就不看足球 在世界杯期间 连续讲球王梅西相关话题 蓝拳的意思是 大家都是蹭 你我谁也不要说谁啦 关于蹭热度这一点 我个人的看法是 老高叫梅西 那个叫追热点 但是蓝拳妈妈这个就真的在蹭老高 他们有一期节目的标题是 从老高家乡大连小孩杀人 到台湾人遭辱骂 从日本一系列崩坏 我去看就想知道 这个大连小孩跟大连人老高有啥关系 可结果呢 啥关系都没有啊 老高是大连人 那董捷还是大连人啊 怎么不说董捷老家大连呢 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老高说的 我们和各种莫名其妙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而且蓝拳妈妈还对老高发出灵魂拷问 此时此刻我就很想问问老高 到底哪里才是你的家呢 当年你从大连理工机械自动化毕业 是日本公司给了你工作 给了你出国的机会和那项窗 你离开了大陆的网络环境 你才知道世界有多自由多大 你接触到了YouTube和网络直播 你在日本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你们从相识相恋 从日本迪士尼的一路 再到结婚 再到买房子 再到日本定居 你从日本文化中大量吸取故事来源 从崎岸岸见到都市传说 从日本民俗文化到恐怖小说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民生地位和金钱 都离不开培育你的日本这个国家 可是你呢 当你得知富人税征收和富士山爆发 你毅然决然头也不回地选择出走新加坡 精致的利己主义心态 使你毫不犹豫地把自身利益 自己的满足优先权 建立在一切一切的智商 只要能达成利益最大化目标 无论是夸大灾难影片 还是毅然决然抛弃日本这个国家 你眼睛都不眨一下 当年你从中国出走 现在你又从日本出走 以后呢 你当真以为新加坡百分之百安全吗 将来新加坡也不安全了 你还要去哪里呢 要离开地球吗 不知道大家听过怎么想 有一位网友给蓝犬妈妈这么留言 建议不要那么批判情绪 不然批动性语气看得很负能量 反而没有好好享受你所做的辛苦研究 那么这起事件对老高本人和老高的频道有多大影响呢 这起事件对老高的心情应该有影响 从他的两份声明可以看出他是恼火的 但是对老高的频道的发展没有任何影响 马照跑舞照跳 那么这起事件对蓝犬妈妈的频道有什么影响吗 这起事件让他们的订阅在短短一周涨了近一万 但是从频道的长远发展来看似乎并不乐观 现在等于说以垂老高作为一个 一个频道的方向 这也没什么问题的 但问题是这个流量看起来并不持久 目前从他们的评论区来看 蓝犬妈妈也因而遭到一些网友的批评 说他们频道名称根本是在模仿乐团 蓝犬妈妈 网友留言 一个从名字到头像都在致敬 而他们的对话形式也在模仿老高与小莫 竟然有脸说其他频道如何 还能顺便靠那个频道蹭热量 根本是想寄生上流 蹭老高与小莫 这起事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欢迎留言评论 这里是有耳工作室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 再见